用鼎心集團追討古藏青 代位求償 替大家代位 打師安排 游錫坤市場敗票 新北市長參選人游錫坤 超級星期天到中和傳統市場 要民眾和商家連署 一同完成鼎心代位求償官司案 大家都非常清楚點心 他賣烈心油 住豪宅 炒地皮 錢放中國 毒害台灣 賣吃的 很多事實上都是受害者 喜歡我們的團隊 願意當小市民的後盾 願意當小商家的後盾 共同來告點心討厚道 10月9日講到現在 沒有一絲行動 當我上任新北市市長的第一天 我馬上要成立律師團 要上法院告點心追賠賞 然後討厚道 市政府要吃虎鴨 當然這個預算就要議會來支持 那我們希望說更多的商家 大家都能夠站出來 告點心喔 動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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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